事业不顺 人际糟糕 家情不合 别人都看你不顺眼 总是觉得很倒霉 如何化解这些不好的事情呢? 看完这影片你就知道啦 哈啰 你好 我的名字要选 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 今天我们来一起谈谈如何转变衰运 如何吸引好运 好吗? 要想转变衰运就要多行善啦 诶 多行善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怎么行善呢? 行善除了是钱财上的行善呢 我们也可以是行为态度上的行善哦 所以呢 不要只是以为我的钱不够 等我有够的钱我才去行善 这个想法呢 其实是错误的观念来的 所以呢 我们行善也有很多种方法的 今天呢 就跟你分享三种行善的方法啦 让你现在就可以马上去行善啦 比如说你转发了这个劝人行善的影片 你就做了一件好事啦 转发分享呢 就是一种随喜功德啦 当你的朋友或者是有人在你的朋友圈呢 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呢 而改过行善了 做起好事来了 你就功德无量啦 所以呢 不要小看小小的转发这个件哦 你可能就可以劝人行善 把行善的这个很好的精神 一个美德呢 感染你周围的朋友啦 希望你明白一个重点 行善呢 不只是有所行动才是行善哦 我们的所思所想 我们的起心动念 如果是善呢 也算是行善哦 不要以为你所想的东西没有人知道 神不知鬼不觉的 不要以为你想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哦 因为你每动一个恶的念头呢 人不知 天知 地知哦 天地是知道的 所以呢 就算你想的一个恶念啊 歪理啊 不好的念头哦 呃 你的表情演示到很完美无瑕 别人看不出 可是呢 天地是知道的 你所感到的呢 就会是一些祸坏啦 就会是一些灾难啦 就会慢慢靠近你啦 所以 只要呢 你动一个念头 恶念啊 你没有做出来呢 也算是行恶 明白这个重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接着看下去 如何化解灾难 如何化解这些美运的 三个行善的方法啦 第一 孝顺父母 孝是一个会议字哦 拆开来看呢 就是上有老 孝有子啦 OK 合起来就是一个孝字 孝顺父母 敬老爱幼啦 讲到孝呢 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说起这么一句话 百善以孝为先 OK 就算呢 我们没有很多的钱财啊 去供养我们的父母也好啊 就算没有很大富大贵也好呢 我们也要多多的去关心父母啊 多和他们聊天啊 为他们服务啊 OK 做一些利能手机的事情啊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父母啊 对于手机的一些科技上的一些东西啊 或是不熟悉英语啊 都是有一些障碍的 所以呢 身为儿女呢 不要觉得嫌烦啊 这个你都不会 不要嫌烦啊 而是要去耐心的为父母啊 去做一些这些小事 OK 有很多人啊 一点点事情啊 都会嫌父母烦哦 所以呢 这些呢 或者是顶嘴的啊 或者是不好的 那些坏习惯呢 通通呢 都要清除掉 才算是孝顺父母哦 OK 在我们能力范围可以做的事情呢 我们就可以去为父母去服务了 OK 弟子归也有说 亲所号 立为巨 当父母啊 有意无意啊 跟你提起他感兴趣的事情 一些话题啊 或者是跟你分享一些广告啊 跟一些报道都好呢 我们就可以投其所号去买 那样东西给他 孝敬他 或者是跟他聊同样的话题了 孝顺孝顺 孝了才会孙了 如果只是一位的给父母钱 什么都不管的话呢 那不叫孝 那叫养 OK 跟你分享一下 师父也有说过 孝顺呢 有三个等级咯 看看你是在哪一个等级呢 第一个等级是大孝尊情 这个等级有一定的难度了 就是你是真正的孝子 你是尽你的所能呢 去为你的父母带来光彩 所以你尽可能的去尽孝 大孝 就是让除了父母有光彩之外呢 所有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啊 就是所有的祖宗都一并有光彩 就是叫做大孝尊卿光宗耀祖的孝啦 OK 这种孝呢 有一定的难度的 所以呢 如果做不到大孝尊卿这个等级的话呢 退而求其次去努力第二个等级 也是不错的选择 第二等 OK 大孝尊卿的第二个等级 就是忠孝不辱 OK 我们就算不能光宗耀祖也好呢 我们也不能给我们的父母带来羞耻 或者是做一些有损他们名誉的事情 或者是有损家风的事情都不要哦 因为有没有发现呢 在我们华人社会当中哦 通常一个小孩他说错话或者是做错事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不是直接骂他的 我们是骂他的父母的 专骂他的父母 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没有家教的呢 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没有教养的呢 我们都是骂他父母的 因为呢 这个也是在告诉我们哦 你讲错话 父母会丢脸 你做错事 父母会挨骂的 所以 弟子规也有说 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呢 都要非常的谨慎 都要合乎礼仪 合乎正道的 OK 我们要好好的去培养我们自己的一个浩然之气 一个基本的礼仪要有咯 所以呢 才不会丢父母的脸啦 OK 我们无法光宗耀祖也好 也不要丢脸 好吗 如果无法光宗耀祖也无法做到不让父母挨骂呢 第三点 最基本也要做到啦 最低限度就是第三个等级 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呢 第三个等级呢 就是供养父母啦 OK 我们年轻的时候呢 都是父母来养我们嘛 父母年轻的时候呢 有能力赚钱工作呢 去养育小孩嘛 父母年老的时候 他就做不动了嘛 没有什么力气了嘛 能力也有限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身为儿女 孩子 年轻力壮的时候呢 就要好好的奉养父母 OK 要起这个孝心去感恩 父母一直以来的照顾 对你的养育之恩啦 所以呢 养育子女 孝顺父母呢 是我们的责任 讲完了孝顺父母之后 第二点 就是要尽力的给人微笑 没有人喜欢一个整天呐 崩着的脸呐 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他那样的那种脸呐 那种臭脸呐 没有人喜欢的 或者是也没有人会喜欢一种犀利的眼神 看到就好像那个眼神可以杀人这样的 会伤害到人家的心 这也是一种杀神呐 我们不能杀神呐 微笑的迎人啊 这是一种善心呐 就算心情不好也好啦 我们自己小话 给人一个微笑啦 至少脸上的微笑呢 是能够带给人家一些比较好的能量 而不要去让别人跟着我们一起摔嘛 就算心情不好 所以呢 尽量给人家微笑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一直给人家一个臭脸 别人也会给你一个臭脸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嘛 这是非常不好的能量 不好的磁场 我们给人家微笑呢 别人也会 因为你的微笑哦 而得到快乐 他也会对你微笑了 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传染 快乐是有传染力的哦 你给别人微笑 给人家带来快乐 你就是种了一个善因 诶 种善因 你就会得善果啦 这个也叫做颜布施哦 赶快在留言区也做一个颜布施 给我们一个笑脸吧 最容易做的一个三行啊 你不觉得特别容易吗 这个三行 行上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你对人微笑了吗 第三 祝福所有你遇见的人 这个方法呢 很强大 你不要小看这个方法哦 你可以试试祝福别人这个方法 试试三个星期 因为专家说呢 要养成好习惯呢 需要21天嘛 就从今天此刻开始 你就养成这个口土莲花 送人玫瑰的这种三行 你送人玫瑰 你的手是不是香的 对嘛 所以你祝福别人 其实也是在祝福你自己啦 是win-win situation来的 OK 当你去祝福别人的时候 你所传达出来的能量呢 其实是善的能量场来的 所以呢 祝福别人 也会 那个祝福呢 最终也会回到自己身上 你就种了一个善因 你也会赶来一个善果的 OK 比如说呢 你在日常生活中 你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各种各样的人 每一天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境遇嘛 生活总在预言不同嘛 比如说你遇到老人 你心里面可以默念 你遇到老人心里默念 祝福全天下的老人 都可以健康长寿 如果你遇到的是学生 你心里默念 祝福全天下所有的学生 学业有成 你遇到年轻人 祝福全天下的年轻人 都可以事业有成 比如说你遇到乞丐 祝福天下所有的乞丐 都可以改变命运 你遇到病人 祝福所有天下的病人 都可以消灾解难 以此类推的 你遇到谁不一定是口说出来 你心里面默念 也是work的也行的 你每天这样做 你会发现好运慢慢靠近你了 你会发现到你的命运 开始转好了 本来你走着衰运的 你也会逢凶化己变好了 综合了那些衰运 你就消灾了 这个方法是不是很简单 你还嫌麻烦吗 世间有两件事是不能等的 行销不能等 行善不能等 我们的福报呢 我们都是一点一滴这样子 慢慢的寄回来了 福报不是真回来的 而是慢慢寄回来的 寄功累得 当我们需要就好像存钱那样 我们的钱也是慢慢存的嘛 我们的saving 当有急事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派得上用场嘛 才用得上嘛 对吗 福报呢也是一样的 我们一天一天这样子寄哦 当我们有灾难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化得掉 化得开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灾难来的 我们如何去基毙凶呢 就要看我们平常 如何好好的寄功累得了 我们好好的记得 所以呢 今年呢不管你是什么生肖都好 犯太岁啊 冲太岁都好呢 只要我们心是善念的 我们的行为是善行的 我们是一个善人的话呢 我们慢慢的加减乘除 这样子去寄功累得 慢慢的加我们的福报 这样寄回来呢 你就可以大可放心的 好好的过好你的今年了 不管是如何的改变 巨大的改变都好呢 我相信呢 今年都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强大的自己了 更有智慧的自己了 烦恼更轻的自己了 周一也有说嘛 既善之家必有余庆 既不善之家必有余阳 今年我们就一起好好的 激功累得 好好的往这个方向去走 OK 孝顺父母 多给人微笑 还有多去祝福别人 好吗 谢谢你的观看 欢迎分享这个影片 劝人为善 欢迎分享随喜功德 OK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